我们可以把这个放下来了 下层的人在内侧 上百位民众要用2000个纸箱 堆叠出日治时期台南法院前的方形高塔 在做纸箱的 在原来台南市的法院 是以前是有这个两个方形高塔 后来有一个因为二战的关系 飞机炸掉了 但是我们靠着这个纸箱 能够把它复原起来 让大家看到那个司法院高塔 非常漂亮的一面 它往里面一点 里面的结构 不要顶这外面那一个 顶里面的 团结力量大 没力气搬运的小朋友 也让他用胶带做固定 让他到后面来 后面一点 你在连什么东西 胶带 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 真的是团结力量大 但他现在还不懂 这都是一个很棒的经验 七层楼高 20公尺宽 全台历史最悠久的 法院方形高塔 就在众人齐心搬运下 重现 来 掌声的吹来 五秒的掌声 历史建筑重现 民众欢呼声不断 现场还有街头艺人表演 让台南古都展现了 浓浓的艺术气息 大海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